民进党日前在全代会通过2018年县市长提名条例,列为初选区的高雄市厮杀激烈,由于新潮流主张明年3月再办初选民调,党内认为是借此拉抬新系立委刘士芳的支持度,也引起声势领先的民进党立委陈其脉支持者不满,加上初选竞争者,民进党立委管毕林也饱受入阁传言困扰,党内游行嫌弃扩大。 为避免时间拖欲久,初选裂痕欲大,民进党选取对策委员会本周将邀及友谊角逐者,协调高雄市初选事宜,刘士芳及陈其脉接证时已收到通知。 2017昨英万年纪开罗,高市长陈菊明代邀请民众多多参与,前排左起立委林黛化,高市议员陈立真,立委许智杰,陈菊,高市副市长许明春,立委刘世芳,高市副秘书长蔡柏英,立委陈其脉,记者杨卢加摄影,分享。 选队会日前已定调分三阶段处理提名作业,顺序是连任区,初选区及征召区,但高雄市属于投过深就过的选区,只要获得提名几乎笃定当选,是过去几个月的竞争格基列。 高雄资声明代指出,最近刘世芳所属的新潮流戏对外宣传,明年三月党内初选请支持刘世芳,让陈其脉支持者认为是故意拖延初选时程。 陈其脉受访时强调,何时举行初选都会配合大家时间,他没有特别意见,至于选队会的协调会,他目前还不知具体内容,但他应该会参加。 刘世芳表示,初选时间尚未定案,就照制度走,三月初选是较合适的时间,因为现任高雄市长陈局是民进党籍,如果提早初选,会造成现任市长在政治上的困扰。 刘世芳说,三月初选完,接着明年七月由全代会正式提名,市长初选每一次都是这个时间点,更何况其他县市也要初选。 当内人士指出,明条高者多半会希望初选尽快举行,明条低者则会要求延后举行。 至于民调的时间点就看协调结果,提前或延后举行的情况都有。 刘世芳整营只是把日期压在合理范围内的最底线,但熟悉选情的人士指出,陈奇迈身是相对稳定。 刘世芳在新系清全力拉抬后,目前民调虽然有起色,若是要几个月内赶上陈奇迈,虽不无可能,但也可能因此造成反新系势力的集结,甚至伤了纯局的公正性。 除了初选时辰外,高雄市长初选也持续陷入传言恶斗,像管碧琳遭报可能入阁,让他自叹最近民调有起色就被打压。 管碧琳说自己民调起来的时候,入阁的老套就会出现,几乎变成公式,如果不是民调升高,何必打我。 幕志愿者 权格尔德勒